不轻然放弃是一种体育精神 但如果感到生命有危险 当机立断也是一种勇气 在巴黎奥运女子66斤级别拳击比赛中 意大利女拳击手卡里尼在捱打两拳后 紧在开打的第46秒就含泪退赛 原因是她的对手 阿尔及利亚拳手哈利夫出拳之重 令她感觉到自己好像跟一个男选手对打 虽然到现在外界仍然很难界定 和哈利夫的性别 但是这件事就引发了大众 对于跨性别人士参与体育运动的讨论 也带了条难题给奥林匹克 在生物学上来说 体内含有XY染色体 自然就会被定义为男性 但是巴黎奥运会就说 只是认可护照上面显示的性别 尽管奥运会又监察着 荷尔蒙正常值的参考范围 但研究显示 这样仍然都没有办法消除 原本是男性的变性运动员 他们在肌肉的质量和力量上的优势 虽然不够一天 卡利尼的态度有转变 她和意大利的传媒表示希望和哈利夫自协 但是下一场的选手都抗议不公平 至于怎么样不公平 大家都心中有数 公平性、包容性和安全性 这三件事似乎没有办法兼顾 这个争议似乎不能够一朝一处解决 感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